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最近这些年要换词了 博物馆必须用门庭弱势来形容 到了假期更不用说水泄不通 你要知道人在衣食无忧之后 一定会思索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而历史学就可以给您提供这种答案 在我国诸多的历史爱好者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隋唐史的爱好者 人数重多 的确隋唐时代有着极高的魅力 这也是我们要讲唐朝的动力的来源 唐朝的文化 为什么让我们感觉到孟前鬼道 因为它有一种令现代人感到心气相通的气质 它开放包容 滋意汪洋 非常的张扬 也不压抑人的个性 就包括在中国历史上 屡受欺压的这个女性在唐代也能找到自己发挥的舞台 而且唐人有着超强的文化自信 他们对外来事物有一种拿来主意的精神 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那种气魄 所以他们的文化海纳百川 包罗乱象 而且唐人呢 与我们金人心气相通 还有一个突出的体现 那就是他们不屑于进行道德说教 他们在他们的文学作品当中 真实的展现自己的喜怒哀乐 快意恩仇 甚至包括自己的情爱 也可以毫无保留的进行表达 让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 而且唐朝历史上名人被逐 正因为唐朝人具有那种特殊的气质 所以这些名人各个性格鲜明 事迹令人难忘 所以我们会涉及到唐朝历史的性质 唐代的民族关系 唐人眼中的外部世界 外国人如何看唐朝 还会涉及到唐代众多女性的风采 还会涉及到丝绸之路 对唐人日常生活的影响 唐代的家庭观 婚姻观和珍藏观 以及唐代的那些黑科技 和唐代的科技语伦学等等 在网上流行的 关于历史的诸多说法当中 有的是真知灼见 甚至对于我这样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来说 都颇有启发 但有的则是毫无根据的传言 我们将选择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传言 加以分析 帮助大家认知一个真正的唐朝 欢迎大家一起走进中国历史的青春期唐朝 去感受他的热情和他的美